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Java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匿名类 匿名类什么意思 一般咱们的类都是什么 都有名字类吗 我叫这个player 我叫这个database 叫oracle 对吧 匿名类什么 它没名字 没名字 它居然还是类 怎么回事 我给您今天的演示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呢 线上类 第二 匿名类 它是两种不同的类 但是写法相似 所以咱们今天一起介绍 好 咱们马上看实战演习 这个类 咱们用不着写概念 看这个实际例子 比写概念要强一百倍 好 咱们看 实战演习 今天咱主要干货 其实我的视频主要是以干货为主 以概念为辅 好 咱们看一下 今天咱们就有一个闷点Java的主文件 就够了 好 在这里面 首先说 我呢 声明了一个 我把这个空格 这个空行不要了 声明了一个数据库的接口 前几期好 咱们做过这个数据库接口 今天咱们还声明一个接口 然后怎么做呢 咱们看啊 在这个主的入口数 函数里面 咱们干什么 先定一个 大家注意看 线上类 orical什么不所谓 这是一个线上类 以前咱们定义的class怎么定义 声明一个文件 一个罗币一个坑 对吧 我在这个文件里定一个类 然后定成public 然后我在这边input引用 让我再使用 对不对 今天咱们布了 不再开新文件 咱就在这个Java的代码当中 实际咱们就定一个类 叫线上类 对不对 什么类 注意看 class空格orical 它呢 实现了刚才的咱们这个idatabase的接口 以前跟您说过 实现接口 那么要怎么办 要实现接口定义的所有的方法 所以在这地方 咱们定义一个类 然后实现刚才的接口 同时实现接口的两个方法 输出 连接orical数据库 然后呢 关闭的时候数据库 没问题吧 使用呢 这类我定义完了 怎么使用 就这样使用 看啊 定义一个orical型的接口 然后new new谁 new这个orical 这个类 这线上类嘛 线上类 线下类 它也是类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使用方法呢 跟普通类是完全一样 在这地方拥一下 然后呢 邦邦邦连接 然后呢 关闭 没问题 正常使用这个类 不管你是线上线下 线左线右啊 都没问题啊 好 那咱们再看这个匿名类啊 匿名类该怎么定义 线上类 它也是类 所以要class这个关键字 对不对 然后它还需要有类名 然后咱还需要new这个类名 因为它是标准的类 仅仅它因为是线上而已啊 匿名类则不染 咱们看啊 它甚至连class的这个关键字都没有出现 大家看啊 我这是这个iDevice的接口 对吧 我直接这个接口 生命一个接口类型的变量 mySQL 我new谁 大家注意看 我也不定义类 我啥就new 那怎么办 我就new这个接口就完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 咱们有个新概念咯 接口是可以new的 记住 接口是可以new的 那么new完之后并没完 你在new的这个函数题里面 要把这个接口的所有的方法在这地方实现一下 就相当于是说咱们定义了一个线上类 跟上次写法一样不一样 只不过这地方呢 有一个接口 有一个这个类 实现了咱们的接口 咱们现在呢 没有这个类了 而是new一下这个 实力化这个接口 然后呢 实力化接口里面的所有的实现 在下面的地方呢 也要写 就写法稍微有点不同 使用的是完全的一样 因为咱们new了吧 所以怎么办 这个mySQL就不用再像Oracle一样 我再new一个接口啊 我再new一个类 定一个接口 不用了 咱们因为这是new完了 所以使用呢 就直接点connect 连接数据库 然后点close 关闭数据库就可以了 这就是线上类和匿名类的定义及使用方法 其实您一看代码感觉很简单啊 不难 什么线上线下 匿名有名的 听着云里雾里 一看代码 其实原来不难 是吧 其实就是不难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啊 试一下啊 我先把这个税库接口 烤到咱们的代码当中 打开intelligent 然后烤过来 ok 没问题 接下来咱们烤所有类的代码的实现 为什么说渣码它强大呢 就因为它太灵活了 真的是太灵活了 好 我先烤费完 没有问题 咱实际运行一下啊 go 大家请看 输出了吧 看一下啊 打了四行log 连接oracle 关闭oracle 连接sql mysql 关闭mysql 怎么输出的 这儿是输出oracle的连接与关闭 下面呢 是输出mysql的连接与关闭 其实咱们不是为了看log啊 咱是为了给您展示一下 为了给您展示一下 如何定义逆名类 用一个接口 然后如何定义线上类 直接在代码中去class一个类 然后呢 实现一个接口 使用方法呢 几乎是一样 跟咱们平时使用接口 使用类 完全一样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关于匿名类和线上类的概念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最好您实际打个文件 敲一下 然后编译一下 试一下 应该好理解 这个在咱们今后做安卓编程的时候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啊 咱们几乎会用得到 尤其做这个系统的回到函数啊 几乎会用得到啊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搜索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文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优酷的公司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的高清观看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